大S与前夫汪小飞的战火持续延烧 双方不断晒出未公开的证据 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不过汪小飞公开大S的刷卡明细后 前阵子终于仍爱汪小飞的张盈盈 在朋友圈发文表示我也要买买买 似乎对于大S狂刷汪小飞的信用卡表身不满 而在另一张对话截图中 张盈盈频频报租口 直言汪小飞一家人真恶心 别人住在上亿的房子里 他只能住在18县小城市 还情绪激动的大骂张盈盈不是好东西 更放话表示得罪自己没有好下场 不过张盈盈稍早发文澄清 自己从未发布相关言论 也未曾与他人进行了此类对话 流出的截图都是捏造事实 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汪小飞也到张盈盈的贴文留言表示 退日长期恶意诽谤的人 一定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展现了力挺行欢的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